各位朋友啊 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0年2月8日 正好是正月15 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 按照我们的习俗 元宵节过完呢 春节就算正式过完了 那今年由于这个突发 疫情的影响啊 让我们的整个节日 都显得非常特别 不过也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机会啊 停下我们的心情 被迫的处于一个修整状态 也就跟我们628之后的 PLUS Token一样啊 整个处于一个停摆 让大家反思很多问题 理清自己的思绪 重新来面对人生 看到这个三包哥 在一个群聊里面发言 我非常的认同啊 他说啊 就是人问你对PLUS Token的回归 还有信心吗 他说是百分之百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628之前 是一个理论的共识 628之后进入了时政啊 那经过时政啊 就说我们重新的 628官网 让我们重新的再认识一下PLUS Token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尤其是可以停下来去查询 币的流动啊 服务器的变更啊 方方面面的情况啊 进一步加深了对PLUS Token的了解和认识 在结合目前DC普的形式 我们对他的归来是百分之一百的有信心 结合的最近啊 整个市场的情况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标题啊 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比较合适啊 我那个标题的比较直白 一点失意的没有 其实最后讲的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个鸭啊 我本来是准备用那个鸭的 这鸭欢的鸭 在传统的北京话里面是骂人的啊 非常骂人的话 但是我们拿他来调侃一下 这个孙宇成啊 小范围调侃一下嘛 但是呢也确实不适合 登打牙之堂啊 老百姓八卦式的语言聊一聊 那么说到春江水暖鸭先知 那我们就今天呢 昨天讲完了哩啊 今天就讲水 就是有句古话叫水至清则无语啊 我们把这个水啊 昨天讲的水和今天讲的水 都是说的这个市场环境 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氛围在回暖 先给大家举几个小例子啊 一个是抹茶交易所的副总啊 借着这个借着仪勤捐口罩的机会啊 高调亮相接受记者采访 还有孙宇成啊 他在海外啊 社交媒体上透露 还不到大年三十 他就把这顿饭吃了 还有其他一些小细节 其实呢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赵盛的 WBF交易所啊 也是借着这次移情啊 捐款的时机啊 在媒体上亮相 如果你细心的收集 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迹象 这话题呢 啊 还有人 也属于这种老百姓式的问题 他说你看这次捐款啊 你看那些企业啊 尤其是比如说马云呢 王健林这些企业家啊 都捐的非常多 那个演艺界人士哪去了呢 啊 除了韩红 那其他的范冰冰呢 那你体育明星呢 他们怎么 没有这样那样呢 问这个问题呢 啊 我认为啊 就跟你问 你看这个交易所都一千万啊 火币一千万 什么OK一千万 什么WF 也什么什么了 抹茶也那个那个了 你Plus Token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 你就问那些体育明星 影视明星 哪里去了一样的 因为啊 人们的心情啊 我们的国际 国度是非常复杂的 以前在历次啊 我们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这些体育明星 影视明星 确实出手都很大的啊 不是说他们没有爱心 也不是他们没有钱 而是形势所迫 为什么啊 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叫 树大招风 因为范冰冰啊 不久以前啊 遭受巨额罚款啊 那是那个巨额罚款 根本原因就在于欠税 有很多钱属于灰色的啊 他平时全家啊 大家睁一眼闭一只眼 挺好的 这日子就这么过了 但是就出了个催务员 把人家范冰冰弄了 最后啊 是吧 按照法律 他确实该交这笔钱 但他交完钱之后 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这些影视明星啊 体育明星 被迫的 夹着尾巴做人啊 如果他这次高调的去啊 捐款 最后肯定也是 被各种查税 啊 我这是我个人的思路啊 那么你在普拉斯托克 还没有 证明化啊 正确的证 你现在至少从舆论上 从法律上 他都属于一个灰色的 地带 他确实不方便 高调登场啊 因为整个舆论环境 是不是很宽松的啊 还没有达到 那种叫海纳百川呢 百花齐放那么一个局面 所以说我就想到一句老话 叫水至轻则无鱼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轻则无有 啊 我们说 水啊 滋养万物 是生命之母 啊 我们说自然的生态 一个小池塘里面 什么样的生物都有啊 小鱼小虾米 那水如果生 还有鳄鱼啊 乌龟王八 大鱼小鱼 大家一块 是一个共生共荣的 那叫生态 但是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数字货币市场 它要么就是啊 污泥沼水啊 非常黑 我们讲这个币圈三黑 交易所很黑 是吧 联合庄家项目方割韭菜 或者互相割啊 不择手段的割 不是太好 啊 水至轻则无鱼啊 就这个道理 也很黑啊 媒体主要通过 配合项目方 配合庄家 释放假消息 收割韭菜 那那些大佬 一个也比一个黑啊 什么李孝来啊 国二宝啊啊 每一个人都有一屁股黑账 啊 有人说 这些所有币圈的人啊 尤其是搞项目的 半个身子都在监狱里面啊 确确实实是这样 我们看到从去年十一月底 有上海北京深圳 然后郑州 然后内蒙古啊 各个省一个 接着一个的 搞了一个对币圈的清理整顿啊 结果搞得大家都被迫的夹起尾巴 这要好吗 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生态 自然界是有生态的 我们在我们国家在六十年代 好像有一个除四害的运动啊 呃 我们在书上可以看到啊 比我年龄再大了的人可能亲身参与过 当时我们伟大领袖号叫除四害 除四害是除啥啊 麻雀啊 老鼠还有啥我都忘了 这些都是害虫啊 全民除四害啊 男女老少全村的都在树底下 不让那麻雀落地啊 建一个杀一个 各种方法消灭他 因为他是他有害呀 他是庄稼呀 用现在大家能接受的观念啊 可以感觉当时这种行为是反科学的啊 不科学的 因为自然界是讲究一个生态平衡的 你不能说这是一鸟那是害虫 我们把害虫全部杀死 让一鸟更健康的生生活 然后你把害虫杀死之后 你把现在整个生态破坏了 对吧 所以现在你看到啊 连大灰狼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你如果有幸到新疆草原戈壁滩 晚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人的狼 你这样狼还得躲啊 你还不能杀他 我们有朋友在野外作业的时候 真是狼来了 有的爬到电线杆上 有的就爬到挖掘机 把挖掘机举起来 坐在挖掘机的那个斗里面 然后打电话 很聪明啊 一个二个就围七八个 就把你围困在那个挖掘机的抓斗里面 抓斗里面的同志呢 就赶紧打电话 还好那那里面有有信号啊 那离城市都两三百公里之外啊 新疆是地管人稀的 隔了三四个小时机场碌碌的 下面狼也饿了 好不容易到天擦黑的时候 森林森林无警 开着车过来了 他们把狼赶走了 把人解决下来 次武汉这个疫情啊 你可跟人们也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跟野生动物 要和谐相处 是吧 那么你反回来再看到市场上 你怎么能说这是好的 那是坏的 当然你是要有监管的 那些直接搞诈骗的 那确实是要整顿 但那处于灰色地带的 老百姓自己自作自受的 一个爱玩 一个爱 一个爱当韭菜 一个爱割装甲 有些人抱着脚心心里 捞两把的 你只要游戏规则制定好 不要让人赤裸裸的去搞金融诈骗 搞飞机 稍微的有点的宽松度 这个市场才能发展 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兴市场 你如果是搞一刀切的 一清二白的 那个市场是玩不下去的 那么大家回头看一下 你就现在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 比如说百度 你搜什么区块链 数字货币 你可能见到的一半的言论都是负面的 那么正式的媒体上 我说的正式媒体 就是指的党报 党刊 对区块链 可能有一半是好话吧 毕竟领导发挂了 那对数字货币 有好话吗 没有的 这就跟当时我们国家刚搞股市 搞证券市场一样的 很多人已经挣了钱了 他不宣传 他就宣传那些 这个被骗了 那个赔钱跳楼了 自杀了 家伙人亡了 这老百姓造成舆论 这东西不好 不好玩 国家要发展这个市场了 舆论往导向那一边 哎呀 你看 两百万 你看是那个什么啊 骑着自行车 挨村挨户的收国库券 然后又买股票 现在发财了 你看 哎呀 他也没啥文化初衷的 你看 就给老百姓树立一两个榜样 让老百姓进入这个市场 那我们现在知道证券市场 中国的证券市场 中国的证券市场啊 老百姓主要也是充当韭菜的 但是 割你的是谁啊 那是国家需要让他割你啊 我们国家的语言叫做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 对吧 支持国企改革啊 支持市场化 所以说 不要为一时半会儿的啊 舆论上的一些导向啊 迷惑了自己 困扰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尤其是媒体啊 越正式的媒体 它是有这个政策导向作用的 真叫此一时彼一时 同一件事 他可以这几年说 一片岛的时候 哎呀好 什么都是好 过两年全是坏 怎么都是坏 你看看房地产市场也不是如此吧 曾经的报纸上一直就说 哎呀 这房子涨得不行了 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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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吗 没有掉 这背后呢 他究竟是好是坏啊 老百姓自己知道 啊 就算坏的 也有好的 这风险我自己愿意担 不要受宣传的左右 那么最近啊 也就昨天 我为什么讲的春节水暖化 压险制 今天讲水之情则无欲啊 主要讲这个市场 在回暖 那回暖就是你要看到 不要光盯着那些高大上的项目 高大上的企业 或者正式的无可奈何的 比如说比特币啊 以太坊在上涨 其实这一轮行情很多 那种0.0000几的那种币啊 不知所以然的 也是鸡毛飞上天啊 但是这个客观上是好现象啊 这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热度 足够的人来玩 你也可以说是足够的韭菜进来 各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架势 那好啊 我这个宏观环境啊 我还是结论着 他会逐步的回暖的 而且这种监管啊 不会搞得那么继续那么严格啊 可能会有很多的 叫做资金牌啊 割酒菜的呀 死灰复燃呀 一些黑心的庄家 又卷土重来呀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生态一样 有好人就有坏人 没有好人也就没有坏人了啊 老子曰啊 老子讲过啥 到这里讲啊 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就不要去推崇什么圣人啊 你就讲那么多都是圣人君子 让老百姓都是做不到的事 你去宣传 那整个大家就产生反作用了 我的想想 就为什么圣人不死了 天下不平之类的啊 那今天就啰嗦到这一点 后面的时间呢 留给大家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提出来我们交流一下啊 如果五分钟内没有人提问呢 那好 我今天就结束这个分享 这个问题是 按照法律程序 YC方面就批击一事 应该有个明确说法了吧 你怎么看 我首先讲这个问题 我们最好不问 静观其变比较好 因为呢 啊 首先 Plastoken的开网 跟YC的关联度并不是很高 YC 他决定不了是否开网 但是 这个案情的了结 会影响而已 啊 会有所影响而已 他不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会有所影响 为什么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是个执法部门 他是 他是执法部门啊 什么叫执法呢 这么讲吧 公安局 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是听上级的 上级还有上级的啊 你就看这从六二八到现在 整个案情的进展 有很多微妙的细节 我们不方便这么多的人讲 但是如果你耐心的 了解到这些细节 把它综合起来 做出一个判断啊 这事啊 还是我已经说过 你把它两方面结合起来 你可以理解为 按照一个剧本在演戏啊 结果可能是对大家都有利的 这个问题啊 前几天看见你发到群里的 关于三分钟看完私有链 公有链和联盟链 我的理解是 你是要大家好好的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 但有的人却说 你是对国金公链认可 请解释一下 好的 我想说你的看法是正确的啊 这就是一个三分钟的一个 关于私有链 公有链和联盟链的小科普 我之所以发这个呢 因为啊 有传言我们的DCEP采用的联盟链的技术 如此而已 根本跟那个国金公链 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啊 国金公链我也不了解 也不想了解 也不希望我们群里的任何人啊 在我们群里面谈这个话题 这个问题是 请问开网后多久可以上主网 或者说开网和上主网一起 啊 这个问题呢 我前几天的 问答里面涉及过啊 主网的问题 曾经啊 我们19年元月份 在Platon的公告里面说过 他在进行主网测试了 按照如果正常的话 现在主网啊 应该就是一开网就能见到主网的 但是呢 因为628事件之后啊 综合啊 这个DCEP 这个合作的这种消息啊 有可能 他是采用联盟链的技术 那么主网呢 就有可能啊 是 不存在 或者说展示不存在 或者说另外一种方式了啊 现在你说他 跟开网有啥关系啊 不好说 那个小周老师技术查询上也讲了啊 现在看不出什么主网方面的任何的迹象啊 那就说这个问题也属于假设性的问题啊 我们还是关心开网 开网之后是什么个开网 那个我觉得放在后面啊 不要他纠结这些事 也讲不清楚 啊 那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啊 就现在正式结束啊 谢谢大家的提问 在此 祝各位营销节快乐 谢谢